我们继续来关注新闻 中国国务院副总理李克强 于当地时间25号下午抵达苏黎市 开始对瑞士进行正式访问 应瑞士联邦主席洛伊特哈德 和世界经济论坛主席施瓦布要请 中国国务院副总理李克强 当地时间25号下午抵达苏黎市机场 开始对瑞士进行正式访问 并出席2010年世界经济论坛年会 李克强在机场发表了书面讲话 他说60年前瑞士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 成为最早承认并与新中国建交的西欧国家之一 60年来两国关系得到长组发展 双方高层交往频繁 经贸务实合作成果丰硕 各领域交流不断加深 在国际和地区事务中 也保持良好的沟通与协调 中瑞关系未来发展潜力巨大 前景广阔 李克强表示 我将同瑞士领导人就双边关系 和共同关心的国际问题交还意见 共商全面加强中瑞合作的新举措 相信此次访问将有助于增强双方政治互信 巩固两国人民传统友好 促进双边经贸合作 再上新水平 推动中瑞关系不断向前发展 访问期间 李克强将与瑞士联邦主席 洛伊特哈德举行会谈 与瑞士企业家进行交流 出席在达沃斯举行的 2010年世界经济论坛年会 并发表特别致辞 会见论坛主席施瓦布 出席与全球知名企业家对话会 并会见一些国家政要和国际组织负责人 迪达时 瑞士联邦政府代表 中国驻瑞士大使董金毅 常驻联合国日内瓦办之处 和瑞士其他国际组织代表李宝东 以及中国驻瑞士士领馆工作人员 留学生代表等到机场迎接 中国国务院副总理李克强 25号在瑞士苏黎市 出席了瑞士经济协会举办的 知名企业家晚餐会 并发表了题为 坚持互利共赢 深化经贸合作的演讲 李克强积极评价中瑞经贸关系 他说 中瑞互为重要经贸伙伴 经贸合作是发展中瑞关系的 重要基础和持续动力 中国拥有巨大的市场需求 和发展潜力 瑞士拥有雄厚的科研实力 产业优势 以及一批世界知名企业 中瑞建交60年来 特别是中国改革开放30年来 在两国政府和企业界 共同努力下 中瑞经贸合作 已经结出丰硕成果 双边贸易不断扩大 投资合作不断深入 技术引进不断加强 去年尽管受到国际金融危机影响 双方经贸合作 仍然呈现平稳发展态势 中国扩大内需促进增长 瑞士不断提高产品质量 和开放水平 双方共同反对贸易保护主义 促进了双边贸易额稳定增长 中瑞经济互补性强 合作前景广阔 我们对中瑞经贸关系 未来发展充满信心 李克强表示 中瑞经贸合作是中欧经贸合作的 重要组成部分 中国政府高度重视发展 中欧全面战略伙伴关系 进一步加强经贸合作 符合双方的根本利益 也有利于促进世界经济的稳定和繁荣 几十年来 双边经贸关系持续健康快速发展 已经形成全方位宽领域 多层次的互利合作格局 近年来双方携手应对国际金融危机 保持了中欧经贸关系平稳发展 中欧虽然社会制度不同 发展阶段不同 但我们之间的共识大于分歧 机遇大于挑战 双方发展互利共赢合作 是需要始终不渝坚持的大方向 在应对全球挑战 促进共同发展 维护世界和平方面 也应发挥更大作用 李克强还就新形势下 推动中瑞中欧友好合作 提出了以下五点建议 一 深化贸易投资合作 进一步推进贸易和投资 自由化 便利化 旗帜鲜明地反对各种形式的保护主义 推动多哈回合谈判 早日达成更加合理均衡的结果 积极推进中瑞自贸协定联合可言 为尽早启动谈判 做好充分准备 中方欢迎瑞士等欧洲企业 更多地参与中国经济建设 也将继续支持中国企业 来欧洲投资新业 二 深化金融领域合作 进一步发挥中欧财政和金融对话 以及保险监管对话等机制的作用 共同为推进国际金融体系改革 和世界经济全面复苏贡献力量 三 深化节能环保合作 中欧双方应加强新能源和节能环保技术研发合作 使其成为发展双方经贸关系的新亮点 四 深化高新技术合作 继续落实中欧科技伙伴合作计划 及中瑞科技合作联合声明 积极推动中欧高技术贸易工作组的工作 取得实质性进展 五 深化中小企业合作 加强中小企业在科技研发 信息网络 文化创意 工业设计 市场营销和品牌创立方面的合作 进一步发挥中欧中小企业政策对话 中瑞合作基金等机制作用 在资金融通 技术转让 市场共享 人力资源开发上相互支持 李克强表示 今年是中瑞建交60周年 在东方文化中 60年被称为一甲子 象征着一个新的开始 只要我们在新的发展起点上 把握机遇 凝聚共识 务实行动 中瑞经贸合作 一定能够迎来更加美好的明天 李克强还想要介绍了 中国政府应对国际金融危机的举措和成效 当前中国宏观经济政策的方向和重点 以及中国改革开放的政策措施 那明天呢 2010年世界经济论坛年会 也就是我们常常说到的达沃斯年会 将在瑞士小城达沃斯开幕 目前年会的准备工作已经一切准备就绪 2500多名与会领导人将在四天的会期里 讨论全球面临的各种紧迫性问题 包括经济形势 气候谈判 如何改进国际合作体制 以及海地震后重建等等 今年的年会将从本月27号开始到30号结束 年会的主题是改善世界状况 重撕 重设和重建 将着重讨论改进全球合作问题 那概括起来就是重新思考价值观 重新设计合作体制 重建相关国际机构 我们再来关注黄海兵情 赴黄渤海进行兵情调查的海军721号破冰船 昨天下午到达黄海北部附近海域 发现了大面积的浮兵 兵情探测专家迅速开始测量记录 我们来看记者从现场发回报道 现在我们这个兵情调查队的海军721号破冰船 是到达了黄海北部丹东海域附近 那么现在大家顺着我手指头前看 在我们船头的前方的 那么出现了大片的白横横的浮兵 那么这一带呢 我刚才问过船长 我们现在这个地点离着陆地呢 大约是15海里 那么也就是说在这个测量点上 那么现在这个浮兵外沿的 至少已经是外沿了15海里 现在破冰船呢 是要开到这一大片的浮兵当中 然后我们这个兵情调查队的工作人员 要在这个浮兵当中进行这个采样 观测记录 这一片这个浮兵呢 那么每一块的这个面积 大概是两三平米这么大 那么这个浮兵的外沿呢 因为撞击啊 身形的这个隆起 那么就像一片一片的荷叶 那么我也能够专家 这是最典型的这个荷叶冰 这里的这片冰的这个面积呢 我们这个可以放眼望远处望一个 这个这片冰呢 已经绵延了这个几十海里 然后一直这个绵延过去 那边去 前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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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块前手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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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在工作人员是取上了一块冰 然后这个冰的厚度进行测量 多少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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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刚才那块冰的厚度是九厘米 那么每到一个测量点呢 我们工作人员那么取冰呢 他并不是说取一块 那么他要取多块 那么这个每一块进行测量 这样拿一个平均值 就知道这里的冰层 这个平均厚度到底是多少了 嗯 那今天上午呢 海军海滨721号破冰船 还将进入到 具有两岸特色的经贸制度安排 它不同于国际间的自由贸易协议 却又比它的关系更加紧密 属于在世界贸易组织框架下 两个地区 而非国与国之间的经贸关系 两岸经济合作框架协议 一个重要的内容呢 就是要来促进 是吧 两岸经贸关系 实现全面的一个经贸关系正常化 那同时呢 也对部分双方感到一些迫切需求的一些项目 通过早期收获的方式呢 来实现自由化 台湾研究机构发布的数据表明 台湾经济受到全球金融危机的重创 去年年初 GDP衰退幅度达到10%左右 两岸签署经济合作框架协议后 台湾GDP每年可以增长1.65%到1.72% 并将增加约26万就业人口 对大陆来说 台湾产品则可以用更为优惠的价格进入大陆市场 两岸将互惠互利共创双赢 那对于这次ACFA的正式磋商 有大陆学者就预料 除了程序性的磋商之外呢 两岸还可能就减免关税 人民币结算机制等问题具体进行沟通 有学者认为 参与这次商谈的专家 多数是两岸官方委托的专家 层级较高 双方商谈议题 主要将围绕 两岸商签经济合作协议的程序性 实质问题展开 大陆有学者表示 台湾一直希望 大陆对台湾产品降低关税 最好是实施零关税 这次商谈双方会就减免关税 进行实质业务磋商 双方还将就各自关心的问题 深入交换意见 例如农产品制造业服务业 未来是否开放 以及核实开放等 此外 大陆与台湾金融机构 允许互设分行后 双方在具体营运的业务上 仍存在许多壁垒 如何打破这些限制 以及两岸人民币结算机制 尽快确立等 都将在这次专家商谈中涉及 好我们再来关注 两岸MOU配套法案的相关信息 两岸签署完MOU之后 26号配套法案 也就是两岸金融保险证券 及期货业务往来 许可办法修正草案 被台湾行政机构审查 那从内容上来看 台湾有关方面 对大陆银行设立了高门槛 台行政机构26号审查的 两岸金融保险证券 及期货业务往来 许可办法修正草案 如果法案获得通过 两岸金融往来 被台湾业界形容成四去三来 所谓四去是指台湾银行业 到大陆可设办事处分行 子行和仓股 三来是指大陆银行业去台 可设办事处分行和仓股 但不得设子行 据称 原来台湾金融主管部门 对大陆银行业 能否赴台仓股产生意见分歧 在这份修正草案中 明确把仓股 列入对大陆银行的开放项目 似乎弥补了双方 在政策待遇上的落差 台湾行政机构官员表示 行政三项配套法案 能否在本周公布 要等26号的审查结论而定 好 以下我们再来看一组要文快报 财政部25号宣布 中央财政再次紧急拨付 农业生产救灾资金1400万元 专项用于农牧民购买灾后 恢复农业和畜牧业生产 所需相关生产资料的补助 此前中央财政已经紧急下国 雪灾救灾资金1.24亿元 用于支持新疆内蒙古等 遭受严重雪灾的地区救灾 25号 世界银行在北京发布 2010年全球经济展望 报告预计 今年全球经济将增长2.7% 发展中国家今年预计增长5.2% 八大国家的增速则要缓慢得多 预计为1.8% 报告预计 中国今年和明年经济增长 都将达到9% 中国环保部25号公布了 2010年污染减排目标 二氧化硫和化学需氧量